Hello,大家好,我是小龙虾 一个开塑厂创业的八五后女性 今天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醋的冷知识 在这里首先感谢那个网友提的问题 有的网友说 小龙虾,你跟我们讲讲 醋是不是可以美容 你有没有拿来洗过脸 听说洗脸就可以那个人去斑 我想告诉这位网友 醋是绝对不能拿来洗脸的 为什么呢 因为醋它是属于酸性 然后它是有一定的软化角质的功效 但是是轻微的 因为咱们家的老神醋的话 它那个酸度在4.5到5度 它是对咱们这个皮只有腐蚀性 长期就是你抹一次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皮肤不同 如果你多抹几次的话 故意你的皮肤有可能会变得不太好 所以这块的话我告诉这位网友 醋是不可以拿来洗脸的 但是从另外一点讲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美容颜色效果 它可以冰在内 就是咱们平时只要吃醋的 它醋是有助于咱们 有助于咱们人体消化 对于食物 咱们吃到体内的食物的话 它对食物中的那个铁 钙 磷等 无积盐营养物质 使它们更容易溶出 还可以使咱们体内的维生素 C不会被破坏掉 所以在这里的话 它就是具有那个 包括它具有那个消炎 还有杀菌的作用 它还有一定的那个防衰老 炎缓衰老 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 它确实是有这个功效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醋 它是具有那个美容养颜效果的 但是只针对于内 那么又有网友问我 醋可以生是吗 就是直接喝 很多朋友应该看过我直播 然后直接对着瓶子喝 咱们家的 咱们家的纯粮食醋的话 是可以直接喝的 因为是纯粮食作 包括它的辅料 也都是粮食产物 这块的话对人体 首先它是没有任何的害处的 我们可以生吃它 但是也一定要有一种 人一定要记得 就是有肠胃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少吃 或者就是严重的话 就不吃它 因为它 它有一定的酸度 吃得多的话 它是对于咱们的那个肠胃 包括这个食道的话 它倒是有一定的那个伤害的 所以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吃醋的话 就是尽量少吃 尤其是在就是吃饭的时候吃 或者是饭后小喝一杯 喝一点点就可以了 还有网友问 你们家这个醋 营养价值高吗 我想回答这位网友 咱们家的醋是用纯粮食酿造的 跟那个酿酒 它的过程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差异 大家是粮食酒 粮食酒 就是咱们这个醋的话 要比酒 要更好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的话 应该就会更高 这块大家应该能想通吧 因为咱们如果粮食的话 它里头能看到咱们那个配料表里头 都是用那个咱们的那个农作物 就用粮食在做 包括它的辅料 像敷皮啊什么的 那些都是粮食 所以这块的话 它里面所含的那个微粮元素 是非常多的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说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具体的话 可以那一下就是 问一下度娘 或者是那个稍等一下 下午会在底下跟大家留言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冷知识点 如果还有其他的网友 知道更多的那个知识点的话 一定要给我留言哦 留言到下方 还有其他的网友如果想问一些咱们家这个 酸粮食醋 它更多的用途 或者它的那个 就是炒菜过程中的做法 做哪些美食 也可以留言给我 把你们所知道的一些知识点 可以分享给我 在这里小龙虾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次见